歡迎收看 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郭敬城 好 來… 我們趕快從新聞來看命理 當然今天也要學一點 法律常識 是 說到桃花 捐啊捐 捐到不領捐 講到說不領捐 現在比起來也沒有不好 也是這樣子講 像很多專門挑那種什麼蘋果 挑那個櫃的 結果加進入爪 對 來…趕快歡迎我們命理老師 首先歡迎文文老師 大家好 來 接著要歡迎黃雄甫老師 大家好 來 接著要歡迎我們的張勝舒老師 歡迎錄 大家好 來 講到法律常識 我們一定要特別請到 蘇嘉鴻律師 非常好 好 雖然文老師有出大字版的 是啦… 詞書版 是 那很重要 對 很有範例的 不要在家裡胡亂想說 這個要給誰 那個要給誰 看清楚 寫清楚 你這樣看 如果什麼人 不會 不會 都別人 好的 來 接著要歡迎李文王 大家好 來 接著要歡迎廖 歡迎媽媽 好 大家好 好 來 先來看記者新聞 這就是我講的 不然是 我要在那裡登對 真的 你說 門當戶對… 人家兩家都是 對不對 真的是王子跟公主 是 華南跟星光聯姻 那真的是王子跟公主 結果 要肅請離婚了 怎麼會這樣 其實很可惜 對 非常可惜 對 而且呢 應該講說 最近繼承者們很紅 然後我們知道就是說 前一陣子有一對呢 繼承者們的故事 就是也是企業家 企業二代聯姻 就是這個王文陽的公子 對不對 然後還有李晶晶呢 他們就是也離婚了嘛 那就破碎了 根本沒有想到 接種而來的就是我們看到的 華南金跟星光金 這一對王子跟公主呢 其實這樣算一算 他們結婚不到三年耶 但是他們愛情長跑了十年 是 華南金 林芝妍 跟我們的這個星光金 我們的公主 吳欽 對 女生36歲都是正帥 正漂亮的時候 對 而且其實他們都是 從小就認識的 他們從小認識 然後呢 所以你說愛情長跑十年 大家這樣形容 那還不如就是說 他們從小就是被 就是上面的長輩 就是約定好 就是說他們有這樣子的婚約 對 女生的身家 有568億元 再加上男方呢 男生的身家有336億元 這世界上有什麼事情是 錢不能解決的嗎 幹嘛一定要忍一下 真的不能忍一下 那為什麼發生什麼事情 從去年呢 其實在七月間呢 據說呢 其實林芝妍那一方面呢 就接到了呢 朋友的這個爆料跟訊息 就是說呢 他的老婆就是呢 我們的小公主呢 在國外呢 好像有一個外籍男友 好像有疑似外面有交了 這個異性男朋友 那這個呢 其實讓這個 當然老公不能接受嘛 可是問題來了 然後他們這個 從這個事情 聽說兩個人吵得很兇 然後有瀕臨破裂的狀態 可是今年呢 就發現說越演越烈 然後兩個現在呢 鬧得不可開交 因為據說呢 其實女方呢 她找了呢 星光晶她那邊的保全 要去調呢 男方那一邊呢 家裡大門口的監視錄影器 還有呢 整個大馬路旁邊的監視器 不知道要查什麼 這個人員的出入 可是呢 女生呢 吳欣寅這邊也發現就是說 欸 我的妻人保母座 好像怎麼有被裝GPS 這個就是涉嫌到 所謂的 所以呢 其實呢 老實講 先出手的是這個小公主 她說你不尊重我 你懷疑我 所以呢 她就請了這個律師呢 提告 就是呢 以妨礙秘密提告 這個罪很重的 所以兩個就 因為現在的狀態 當然已經在肅請離婚 那還沒有離成 可是雙方的關係 已經非常緊繃跟破裂 講到吵架要對付公堂 上法院的時候 都沒有好話 是 但是這邊就有法律嘗試 對不對 如果說是對方 你在外面交了有男朋友 我要抓你的時候 這時候也要忍住氣 要有專業的嘗試對不對 那裝GPS要怎麼裝 抓猴要怎麼抓 像我那天 就有意無意的問我老公說 我們這個行車紀錄器 有收音嗎 他就說 這個功能 我也不是很清楚 應該有收音吧 那就回家撥撥看 沒有 問蘇律師 如果我們對另外一半 開始懷疑他的行蹤 但最好是不要 對 阿爾裝GPS是違法的嗎 那如果要怎樣 要抓他是合法的 可以先保障自己 好 首先要知道法律常識的概念 為什麼有人 像這個沒有固定的一個見解 法院裡面有兩種 不同的見解 一種說好像可以裝 一種說不行裝 我先跟各位觀眾朋友知道 為什麼不行裝 為什麼可以裝 因為法律規定是無故 你要 你如果無故幫人家裝設 這個GPS 或無故裝設竊聽器 這就違法 那什麼叫無故 我今天 我另外一半 如果他有去 有小三小王 是不是無故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證明出來說 這地方我不是無故 確實有些跡象 他可能 他回來的時候 他褲子怪怪的 對不對 褲子 褲子有些東西 衣衫 我想太直接 褲子怪怪 因為他那個 又厚掉 褲子又厚掉了 有一東西是有很異常的 異體在上面的時候 很奇怪的地方的時候 那有一東西 你如果可以收證下來 那如果法院他認定說 你不是無故的去找真信社 無故的去裝設這東西 法院可以認為說 因為你是 不是無故 是為了維持婚姻的純潔性 不是因為說什麼 不是因為沒事去裝他的 有故的 證明說我是有故的 要維持婚姻的純潔性 我這句話說的 有純潔性 但是有純潔性 所以大家才要結婚 對不對 是神聖的 神聖 對 法官是相信純潔性 跟神聖 對 神聖 所以婚姻是神聖純潔的 但如果說 有的人會說 你如果沒辦法證明你是有故的 你是無故 好像無聊 你就懷疑別人 那就認為說 你是不是怎麼樣 你就是有侵犯到 你另外一方的隱私 那判斷體其實有點難 不過我舉幾個例子 讓大家知道 如果今天有一個 有個例子是先生 他懷疑太太 他是 他有小王 那太太他其實沒有車子 是另外一個小王 他開車帶他去哪裡 對不對 結果那個真心社 去裝在小王身上 對 結果法院認為說這樣不行 因為 你跟小王沒什麼關係啊 對不對 沒有直接了 沒有直接關係 可是有 間接的不行嗎 可是間接的不行嗎 所以這裡要 因為我說每個法官看一定不一樣 所以那檢察官把他起訴了 他覺得因為那個是小王 你要裝也是弄 抓你的太太 你怎麼去裝到別人 因為他小王可能 跟他太太還有跟別人對不對 所以他不知道 你可能是 侵犯到他的隱私權 老師 不是 律師 我如果說我母親就這麼漂亮 還傻傻的 沒有方向感 我很怕人家會綁架他 或者他常常會 沒有方向感 回家會迷路 所以我裝GPS 隨時想知道他在哪裡 我可以去接他回家 這樣算不算有故 他又有告知我 要告知我 那我至少知道 是 現在其實如果說 如果你的車子是你的名字 也是 偶爾是你們兩個共同在用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這樣說 我是我自己也有在用 我跟太太一起在用對不對 我怕車子被偷 有的名貴車子 對不對 他需要 需要怕被偷 這個叫注意 而且 車子是誰的名字 車子是誰的名字 還有就是說 你如果 你這個行車紀錄器 本身裡面剛剛有 如果說你有錄音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偶爾要檢查一下 你就檢查一下 如果那裡面有沒有壞掉 隨時把它 有時候會看到一想不到的一些 畫面或聲音 如果說 行車紀錄器裡 有時候它是有聲音的 所以它 如果是你自己的車子上面 然後裡面 你都有錄 它好像都是維持三天或幾天 有的更長的更短 所以你就可以在那幾天當中 你就可以把這地方 自己弄弄下來 是自己的車子的話 比較不會 有合法的證據 要提醒你 對 暗示你了 你就要請你一下 要接 我是怕說我拆下來 看的時候我裝不回去 可是我想小小補一下 再講一下 就是說蘇律師剛剛提到說 是自己的車子 可是現在那個吳欣營 他是講說 他現在不是說指控他的那個 老公其實裝了GPS嗎 對 可是這個老公那邊的律師 也有提到 他說沒有 我們裝GPS最主要是針對 因為人家家大業大有司機 和我們家司機好像怪怪的 塑形不良 所以我們要逮他 看他有沒有做一些 不該做的事情 因為我不是針對我太太 我是針對司機 所以這個字是有 所以就是在法律上大家開始 對 就是把那個無故 這兩個字變成有故 那他不一定是直接 對 這還是要講一下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稍後馬上回來 好 來… 他說音源天注定 我們在一起 你愛我 我愛你 海枯石爛 可是到了最後撕破臉的 對部公堂的時候 那個講起來話都很難聽對不對 對 其實你不要以為說 豪門是都很好 我知道一個案例 他是這樣 他是 他其實是一個 也是富二代 他其實他只要坐在家裡 他隨時就是那個錢 就是在跳 他可能… 他可能隨時 只要坐在家裡 密一下 一秒鐘可能就好幾萬塊 因為他是用 他們家裡很多這種股票 所以他很多分紅配股等等 所以說他就是非常有錢 他愛上一個 突然愛上一個女生 他只要就追他 那女孩子有時候他會 他老家在南部 他會追他到南部去 然後家裡有什麼需要 沒關係我錢給你對不對 家裡有需要給你嗎 因為他錢沒有 不是人在意 然後就屈寒問暖 而且都很百依百順的 這麼好 你看多精溫柔 這是所有女孩子 夢寐以求的人對不對 他又長得也不難看 雖然年紀稍微大一點 年紀是比較大一點 長一點 但是還是覺得很好 反正很加 他結婚的時候他沒關係 我結婚 結婚完之後 馬上送你一棟房子 在他們老家旁邊 又買一棟房子給他 那個大概價值也是好幾千萬 沒有到億 大概好幾千萬 很不錯的房子 就說就掛給女生的名字 就掛給女生的名字 就說這樣 讓你說很安心 但沒想到結婚之後 大概結婚大概過了半年 多一點點 這個就覺得 那女先生發現奇怪 為什麼先生又 好像有一些原因 就很晚回家 然後回家的時候 就有時候關心他 你在做什麼 他就交代不出他是去哪裡 然後甚至有時候 還會聞到一些這種香水味道 他就覺得這奇怪 我就明明不是噴這樣的香水 為什麼會這樣